心居心慧 今天我们很荣幸 很值得庆幸 为什么 我们今天有一点 信心 有一点智慧 怎么知道呢 你能够听到这部曲 这能闻自发了 换一句话说 你要没有信慧 你听不到 你没有这个缘分 你有这个缘分就是说 你应当庆幸自己 知足信慧 能闻自发 你能把这个今天 所说能听懂 能听得明白 你就相信 那我们这一代人 有很麻烦的地方 那就是受 科学的干扰 科学在这个世界 四百年 怎么能不受干扰的 那干扰的根本是什么呢 怀疑 科学教人怀疑 于是我们从小就养成怀疑的习惯 这是很不幸 怀疑 怀疑 对于修科学的人 没问题 怀疑能发现问题 从发现问题 你再去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把真相 死是真相找出来 这就是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方法 对物理学 管用 对心理学 不行 心理学跟它相反 心理学 决定不能怀疑 只有两性 所以两性对古时候人容易 对于现在人很困难 现在人总喜欢 从小孩 你看两三岁小孩 常常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怀疑 古时候叫小孩 小体中心 乖乖地休息 从来不会想到 为什么 父母教我这么做的 我一定要这样做法 他不会问为什么 现在父母教的 老师教的都要问 问好多个为什么 有时候父母老师都解答不出来 真麻烦的 小孩问父母 你为什么要生活 你为什么要养我 这问题怎么答法 古人都有当然 那 那佛法的答案 巧妙计了 那佛讲 四云神法了 这个小孩看 听不懂 一切法全是原生 离开远 自性里头 没有业法可得 所以一定要知道 法既然是原生 原生就不是真的 原去就有 原去就有 原散了 就没有了 好像做梦 梦是原生 做梦的时候 不知道梦是假的 把它当真 行过来之后 才晓得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六道是一条梦 正道阿罗汉的 地位也 就知道了 行过来了 阿罗汉行过来了 行过来六道没有了 行过来是什么样子呢 四身发解 他所看到的 他所接触的 圣文 原觉 菩萨 佛 释迦牟尼佛的 净土 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 会土 还是一场梦 所以六道轮回 梦中之梦 四身发解这个梦 什么时候醒过来 鸣心 见信 大车大物 鸣心 见信 醒过来了 只要一见信 四身发解 不见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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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